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到极致 正在双唇将离不离时 蓝望鸡忽然抬手 用力扣住魏无羡的头 重重地回稳过去 周围的玉兰香餐 合着蓝望鸡身上 清冷的檀香 空气中极为暧昧富裕味道将魏无羡从头到脚笼罩 两个人的呼吸都有些凌乱 好在念县居地处偏远 显少有人出现在此处 好伴上 蓝望鸡才轻咬魏无羡的唇半 结束这个吻 他领着魏无羡 推开了念县居院子的门 第一眼映入眼眠的便是那颗白玉兰 笔直的树干挺拔高耸 支撑着硕大的玉兰树冠 郁郁葱葱地盖住了庭院的一角 枝头簇拥着速速泛开的玉兰花 花瓣在春日暖阳的映射下 透着明亮的蜡芝光泽 魏无羡玩耳道 难怪有玉兰花香 原来蓝湛你在这里种了这么大棵玉兰树 花开得这么烦 到时候韩光君帮我酿玉兰花就可好 蓝望鸡微微汗手 眼底酿起一抹微笑 痴情地看着眼前之人 魏无羡笑嘻嘻地提着衣白跨过门槛 踏入念县居的院子 顺着碎白石子小道走了几步 黑眸在院内四周转了几圈 一个旧的点头 满意道 嘿嘿嘿 竟然还有琵琶树 他盯着树上一个个半清不黄的小琵琶又道 蓝湛等琵琶熟了 我给你摘琵琶吃 蓝望鸡温声道 好 魏无羡又蹦搭了几步 问道 这里应该属于云梦地界 蓝湛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找到这么隐秘又适合归隐的地方 蓝望鸡上前 牵着魏无羡的手往屋里走 道 机缘 什么机缘 说来我听听呗 蓝望鸡微微侧手浅眸对着他道 你说的 云梦游百里大则 十里平湖 莲花满雾 是 当初让你跟我来 我给你摘莲棚吃 你还不愿意 我还记得当时的蓝二公子 可是又冷又凶的魏无羡矫情道 蓝望鸡浅眸微锤 道 不会了 逗你呢 还真是小古板 不如你还是先说说这屋子的事 原来 魏无羡离开的那些年 蓝望鸡四处问铃 直到十年前的末日 不知是他递多少次去云梦 蓝望鸡乘船 小船在湖里与另一条渔船相碰 从而遇得一看守连堂的老翁 得知云梦一带的连堂都是有主的 当时老翁还说 曾经有个很哀笑的少年 时常带着一帮混孩儿 去他那里偷连棚 只是现在有好多年 都没再见过那少年 此言一出 蓝望鸡眼底因运起一层薄雾 随后蓝望鸡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将云梦大大小小的连堂 都走了一遍 每到一处望鸡擒在手 也都依依问了一遍 但终是没有那人的消息 而也是那年蓝望鸡问鸣来到此处 当时这里只是一间旧农舍 他的前主人 嫌农舍地处偏远农舍旁的连堂又太小 所以农舍连同连堂 一并卖给了问鸣路过的蓝望鸡 随后蓝望鸡自息不止 这人重新修起了一番 才有了眼前的景致 推开屋子的大门 姑苏蓝式的儒雅之气扑面而来 魅力的装潢让魏无羡一阵捧腹 这简直就是近视的翻版 房间呈长方形陈设简单 窗边地面被电气半尺高 铺有一层木质地板 桌案置于巨大的窗侧 两只圆软垫铺在桌案前 右侧还有一个双人挨茶案 上面摆置有少量书卷 以及颜色极浅的香炉 魏无羡侧手神色揶揄地看着蓝望鸡道 韩光君果然是韩光君 还真是一成不变呢 蓝望鸡被其调侃 也不生气 从后面环抱着魏无羡的妖道 可按你喜好摆设 竟是毅然 魏无羡一阵捧腹道 蓝战 你傻啊 我有多不喜欢达里无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了 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啊 不过 他将眸光放到屏风里侧的浴桶上 拍了拍蓝望鸡 还在他腰间的手道 这个玉桶的换个大的 嘿嘿嘿 蓝望鸡吻了吻魏无羡的发顶 道 好顿了顿又道 我去烧水 清理房间 我和你一起 晚膳后 天色狐绿将黑为黑 魏无羡与蓝望鸡并肩出了院子 幽静的暮色悄悄地围拢过来 像青纱一般轻柔地笼罩着整片林子 二人顺着幽静的石子小镜顺起而下 不远处的连堂深深吸引了魏无羡的目光 一只小舟安静地躺在连堂水面 一阵微风徐来 魏无羡副手探道 和叶绿盖随风舞 远去沉潇静舞禅 蓝望鸡唇角上扬 当下的岁月静好 竟然会让自己爱人生出修缠悟道的心性来 魏无羡回头看了看他 杨梅道 别这么看我 不过随口一吟罢了 我肚子里可没寒光君墨水多 嘿嘿嘿 蓝望鸡眼底样记一抹笑 魏无羡副手走进连堂边 又道 岂也怪哉 蓝湛 你说你平时都不在这里 为什么这连堂还打理得这么好啊 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 蓝望鸡上前 与魏无羡并肩而立 吹着柔软晚风 蓝望鸡温声应道 有人打理 魏无羡微微偏了偏头 看着蓝望鸡 姨父等着他解答的神情 蓝望鸡道 离此处无礼得有一赵姓老夫妇 是当年我在此闭关时 兄长请他们做了蓝室的外姓家铺 哦 顿了顿四十反应过来 若真是闭关修炼 还有比云深不知处更好的地方吗 他又道 闭关 为什么来此闭关 他见蓝望鸡目光深邃 姨父不打算说明的模样 魏无羡心肩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又道 蓝湛 我们错过了很多年 但是很多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些关于我不在后 你的点点滴滴说话间 他将投靠在蓝望鸡肩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